第二节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阿里云的云服务器ECS产品的一些概念 那么在阿里云的这个云服务器ECS这个产品呢 其实它里头涉及了很多个并列 并且呢相互又关联的一些产品的概念 首先第一个概念就是实例Instance 其实它就指的是一台你已经创建好的云服务器 就是它已经运行在那里的一个云服务器 也就是说实际上用户可以创建很多台云服务器ECS的实例 在你没有创建之前呢你是没有实例的 创建完之后呢你可能就拥有一台实例或者多台实例了 那么第二个是Disk就是磁盘 然后呢我们每一台服务器其实都应该有磁盘的 最最基本的你会有一块系统盘 也就是我们操作系统所驻留的那块盘 那么你还可以增加新的盘就是数据盘 那么每一台云服务器最多可以除了这个系统盘之外呢 你还可以创建四块可以挂载四块数据盘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快照 快照呢其实就是磁盘在某一时刻的这个 数据的一个备份 那么它更多的作用就是用来备份数据的 那么有了快照之后我们就可以基于快照去制作我们 云服务器ECS的镜像image 镜像呢它更多的是可以用于我们去复制更多的ECS 因为我们在创建ECS实例的时候 其实是要去选择一个镜像的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这种系统的镜像的话 那么我们创建起来的这台云服务器运行起来之后呢 它就是具备一个空的操作系统 那么当如果你基于已经创建好的实力去制作镜像 然后再创建新的服务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实现你的这个服务器的无线的去复制 然后包括它里头的软件也可以进行复制 是很好的一个进行软件部署的一个工具 下一个概念叫安全组Security Group 安全组这个产品呢 它更多的有点类似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防火墙策略 它就是说再把一堆服务器放在一个组里头 那这些组里的人呢 他们就共享同一套安全组策略 安全组是什么 就是安全的组 对吧 然后那么我在这个组的这个策略上 我会设置谁能访问我 我能访问谁 谁不能访问我 我不能访问谁 这样一些策略 然后从而导致 就是来设置 你这个组里的这些服务器 它能够被谁访问到 它能够访问谁的这样一些功能 听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 然后呢 在介绍这些产品概念之前呢 我们先要去理解两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逻辑位置的概念 第一个叫地域region 第二个叫zone 可用区 region呢 就是代表了一大片区域 这一大片区域呢 就表示你可以覆盖的 这一个 一大片的人群 就是比如说你的用户都在华北 对吧 然后或者华东 华南 然后你的用户在美东 美西 对吧 美国的美东 美西 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地域 然后在这一片区域的人呢 去访问 这里的服务器的速度相对会比 其他区域的要快 那么这就是地域的概念 在一个地域里头呢 它会有多个可用区 然后可用区域是指的是 这个在一个地域下 然后多个这个风和水电隔离的 不同的数据中心 然后他们通常还隔了一段的距离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地域下 选多个数据中心呢 很容易的实现我们传统意义上 讲的什么两地三中心的 这样一个架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域和Zone的 这个指的是什么 它的详细概念 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Region呢 就是指的是覆盖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北京就覆盖的是 华北区域 对吧 然后Zone是这个 Region下的这个 隔离的这个数据中心 然后呢 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 这个资源在不同的数据中心 来提高我们整个系统的可用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在Region和Zone这个 里头我们可以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Region杭州 我们现在应该叫华中了 对吧 然后它里头有不同的可用区 可用区和可用区之间呢 是可以通过内网互联的 但是在地域和地域之间呢 我们只能通过公网去互联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域的 不同可用区之内 实现一些更高可用的架构 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内网 互相访问到彼此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各个我们刚才提到的 什么实力啊 磁盘啊 这些它们之间 跟这个地域和Region 地域和Zone 就是可用区之间的一些关系 首先我们这都是在同一个地域内 然后阿里云所有的产品呢 它都是它的作用区域 都是在一个Region内 就是在一个地域内的 那么在不同的可用区呢 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看到 有三个实力 然后两块磁盘 对吧 那么我们的安全组呢 它其实是可以包含 就是不同可用区 也就是在一个地域内有效的 安全组的作用范围 是在一个地域内的 那么它里头含有的这个实力 是可以跨不同的可用区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磁盘 然后磁盘只能挂在 同一个可用区内的 不同的实力上 比如说这个Disk1 它只能挂在 1和2这两个实力上 但是它不能挂到3上去 然后呢 实力在可用区内 可以进行迁移 也就是说 出现故障的时候呢 这个实力只能在一个 同一个可用区内进行迁移 它不能从这个 可用区迁移到 另一个可用区去 然后呢 快照和镜像呢 它是在一个region内可用的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region内 比如说你基于这个实力 的这块磁盘 制作了一个 快照 然后呢 那其实在这个 这个可用区内 它也是可以看到的 因为它整个作用区 是在region内有效的 本节的内容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